喂 我打听过了 包总女朋友没那么神奇 品管说呀 样品给出局了 还当着包总女朋友的面 包总一点面子都没给 得了吧 我刚听说已经通过了 是你们老板大 还是你们品管大呀 老板点头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要这样啊 那可真神了 我们公司品管啊 一笑说一不二 有上方保健哪 那得看老板的女朋友是谁 行了 我会继续关注的啊 就这样吧 拜拜 您好 请问一下樊胜美小姐 是在这里吗 就在那儿呢 谢谢 好大一束花啊 您好 请问是樊胜美小姐吗 我是 您的花请坚持 谢谢 快来看 快来看 你看 你看 谢谢 好漂亮的白玫瑰啊 美女就是不一样 一大早就有人来送花 对啊 陈家康 谁呀 我的一个客户 我帮她做个理财发 让她小赚了一笔 送花可能是为了感谢我吧 就是上次专门来找你的客户吧 长得丝丝纹纹的 穿得也特别考究 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那陈先生一看就是个正经人 那些滑滑肠子跟我摸手的时候呀 一定伸出两只手来 使个手指头呀 能给你捏个遍 但这个陈先生就不太一样 看着就特别有风度 小凡 我看这陈先生是喜欢你吧 这一般要是表示感谢啊 顶多是口头上说请吃顿饭 或者又介绍几个朋友过来 很少见有送线花的 还是白玫瑰 小凡 这陈先生是带什么 我哪知道 我又没问过他 要不你就考虑考虑他呗 别闹了 我有男朋友 那怕什么呀 凡点 换呗 就是 男朋友算什么 这年头啊 只要没结婚呢 都不算数 行了 别取笑了 赶紧工作去吧 还没下班呢 好好好 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去酒吧玩 凡姐 跟我们一起去啊 真羡慕你们 我不行 还好忙的 每次都不跟我们去 打电话了吗 经我在此调查 包总女朋友介绍的生意 确实没做成 样品没通过就是没通过 包总果然没有看在 女朋友的面子上 改变决定 喂 盛美 你的线报错了 不是吧 你听谁说的 刚才吃饭的时候啊 我亲口 问了品馆的老大 老大说呀 还是他亲口 跟包总女朋友解释的 得把语言理解释清楚 女朋友才不会埋怨包总 不过生意啊 的确是慌了 不过你的消息还真灵光啊 果然那单生意啊 是包总女朋友介绍的 你还知道什么呀 说说吧 还能有什么呀 也就是 包总特别爱的女朋友 而且是他先追的人家 还有别的吗 再劲爆一点的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这样啊 以后我再听到什么八卦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吗 一言为定啊 嗯 拜拜 拜拜 我们先走了 好 我们走了 走了 房姐 客户送的 感谢我理财帮她赚钱了 这是想抢我女朋友啊 不行啊 她是想抢我男朋友 送给你啊 老四郎 你也太小瞧我了 就比咱们大两三岁 长得也挺好 年轻有为 是个老板 有一家化工厂 记住了 就说了 你怎么样啊 王老板 跟包总的生意 谈得怎么样 这两天就约个时间 我们签合同 内线 还是内线最牢靠 我怎么听说生意没谈成啊 好像是样品出了点问题是吗 你从哪儿听的呀 你从哪儿听的呀 咱们有这么强大的内线在 怎么可能不通过呢 是吧 对了 这两天我要回老家 你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去的东西 我给你个机会 是你自己说呢 还是我让事实说话 或者是我去问安迪 看她怎么说 小美 我不知道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 样品检测的确是一波三折 但是人家安迪非常帮忙 包总又另外给我机会了 可以说是起死回生 不信啊 不信你可以去问安迪 是她传达给我 改进公益的办法 让我提供改进公益的思路 就这样 真的 你怎么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你看 我和包总都是内行人 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这样一沟通一了解 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没问题了 就行了 对吧 对不对 即使你不相信我 这不还有双保险吗 你可以去问安迪 汪百川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生意没谈成了 安迪根本没帮你对吧 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 是不是 也是 人情思一张少一张 安迪为什么要帮你呢 他还没有答应包总的追求呢 他犯不着为了你去欠他一个人情 可是我就是讨厌你们骗我 我实话告诉你吧 是我初中同学 他在包市集团上班 他告诉我的样品没通过 样品为什么没通过 你不是一直在现场盯着吗 你不是信誓旦旦告诉我保证没问题吗 是不是检测的时候被人动了手脚啊 我现在在开车 我一会儿停下来给你解释好行不行 你不要净书一些没有的事 我告诉你 安迪非常全力地帮忙 人家也非常够朋友你知道吗 是吗 那你给我发誓 发誓你说的是真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反而在这儿乱猜测 那你为什么不敢发誓啊 心虚了 王老板 你这车不是又是租的吧 对 租的 我买不起行了吧 把你这破火里拿走 把你这破火里拿走 怎么了 我还能看起来 我还能看起来 有一个小匹 我还能看起来 我还没错 我还没错 安迪 为什么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指责 生意不成 我也很难过 有些事情是非人力所能及的 那我也需要安慰啊 你仅仅作为他的邻居 你都愿意替我想办法 筹划出 可他呢 一旦出了问题 他就把所有的责任 甚至一些莫须有的责任 全部都推到我身上 凭什么呀 都是赤肉空拳出来打心的 他为什么就这么轻贱我 他们家一堆破事 我平常说过他什么呢 一旦有什么问题 我就立刻解决 而且有些时候是他的责任 我都不带指责他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对不起安迪 我把一切负能量全都给你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送给你吧 在那些没有情形 靠着你的奋斗 找到前途的人们当中 你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 和坚强的个性 从过我这段时间的感受 樊小妹真的很需要你 而且 你可能是她信赖的唯一 你能理解吗 你的意思是说 她外强中干 她这是在鞭策我了 可能我的话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真的要求你 你怎么办 他 我已经务情了 我先去 我先去 你 我的 有 我 我 我 安迪 谢谢你刚才的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让我对和小美的关系 有了新的理解 我今天情绪不佳 我打算先回去冷静一下 等明天我再找小美道歉 毕竟 谁都是身不由己 从王百川的车里冲出来 到回到欢乐宋 中途没有一个电话 一条微信 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 甚至连敷衍都没有 这让樊胜梅很是生气 王百川是不是认为 欺骗她是有道理的 而她的责怪反而不对 樊胜梅不禁想到 刚开始追求她的王百川 也是一大早的宋玫瑰 也是如此的大王 男人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得到的便是豆腐炸 连欺骗她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而且做得如此的得心应手 她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好 什么 好